没有了 没有以后呢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阴影 阴影的话咱们都知道 看到这个文字了吧 文字边上就跟有一个影子一样 是不是啊 这就是阴影 这个呢 是咱们给文字设置阴影 那么给文字设置阴影 它这个语法叫做text-shadow text-shadow 里面的值比较多 但是呢 大家不要怕 咱们呢 我知道 咱们第一是刚开始接触 第二呢 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密集恐惧症 密集恐惧症 你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你就脱疼 那你那你晚上回去 数头发头不头疼 这就叫密集恐惧症 密密麻麻的钱 我估计 钱我也估计你还懒得数了 只不过是你愿意数是什么 你在数钱的时候呢 你不用担心你的吃与喝 你数也 反正反正你有钱了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想数就行 想数也行 不想数也行 这个数 只是你的一种恶趣味 是不是啊 有钱人的恶趣味这是啊 所以咱们一般都是有这种密集恐惧症的 那么像这种密集恐惧症 比如说大家那天说的 BorderVetius那参数太多了 这玩意儿就是不好记 其实还是密集恐惧症 你没有一个一个按下心来 我底下都有例子的 几个参数咱都有例子的 你一个个走下去 你就不恐惧了 是吧 像这个也一样啊 咱们Tax的Shadow呢 参数也比较多 但其实比起咱们别的参数来说 还算正常啊 五个参数 五个参数中第一个参数 大家想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影子 你是不是首先让人看到影子的时候 不能是在这个文字的正下方 因为如果它在正下方的话 你是不是看不见了就 所以咱们从平面上看的话 你是不是让这个影子稍微偏移 偏移出来啊 往出偏 那么一往出偏 它就涉及到两个方向 横向和纵向 咱们第一个参数就是横向 横向便宜的距离 第二个就是纵向便宜的距离 第三个是模糊距离 模糊距离 为什么叫模糊距离 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理解 这个模糊距离这个词 是吧 模糊就模糊吧 怎么还能有距离 模糊不应该是有程度的吗 是不是啊 有模糊程度 而不能说有模糊距离 但其实呢咱们这块设置的这个参数 确实是一个距离的值 比如说十像素 那么这个十像素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咱们的这个模糊 差不多有什么十个像素的长 然后呢 大家想想 咱们说到渐变的时候 你想啊 这个红色和绿色如果渐变 一百个像素渐变 你是不是看起来这个红瑞好像还是尽未丰明的 如果我给它放成一千个像素呢 中间那个渐变是不是就变得是更 变得更慢了 所以这个模糊距离 如果咱们把这个模糊距离放得更大 那说明咱们这个模糊起来 这个距离拉长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就是 边缘地带就更模糊了 是吧 所以它叫模糊距离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这个值越大越模糊 这个值越小越不模糊 能理解吧 最后是一个颜色 你想设置一个影子 一般来说都是灰色的 但是咱们能不能把影子 把这个影子设成红色的 也是可以的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CtrlN咱们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是文字阴影 咱们给DIV里面放几个字 放个什么字 放个简单的 也不能太简单 放个 放手识吧 那就 好 好不就是个名字吗 然后咱们给Dirbox 宽高算设了吧 宽高就算设了 咱们主要是看一下 这个文字的阴影 是吧 所以咱们为了看得更清晰 首先把这个字放大 把字放大 接下来呢 为了咱们看得更清晰 把这个字放大放出 其实说白了 就是咱们把它放到 显微镜底下去看一看 也不能太显微镜了 咱们放大镜就行 把这个字放大 接下来咱们给它设置阴影 是不是看得更清晰 这个叫做PaxT-Gun Shadow 然后呢 第一个值是咱们横向前移 对吧 横向前多少呢 10PX 10像素呢 就是半个字 那咱们就10像素 纵向呢 10 纵向呢 让大家看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显呢 我给它200个像素 为什么呢 你想啊 这个字其实也很大吧 咱们说FoundSize 100个像素 那最少这个字是100个像素的高呀 咱们离得远一些 咱就看到这个影子 我要往底下放这个影子吧 横向咱们也 不要太这么小气 离它100个像素远 接下来咱们就是模糊距离了吧 是不是模糊距离 是 是 真的是 好 我怎么数的有五个来着 14个了 模糊距离呢 咱们设 别别别 那个太夸张了 设20个像素就行 完了以后呢 设个颜色 红色 那咱们就红色 走 来了吧 好 在这儿啊 这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啊 咱们做的是阴影 而不是影子 你要做影子的话 当然离得远了 咱们现在是做阴影 咱们只是说在这儿做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阴影 并且咱们设计一个值 你看 横向咱们是不是100个像素 是正好离这个字是100个像素 把这个字给跳过去了 是不是正好把这个字给跳过去了 纵向的这样 是吧 左边是不是就100个像素呀 上面中间 是不是这也大概空的是100个像素 这是咱们的200个像素 然后再说它这个模糊距离 咱们设了20 咱们设了20 接下来大家看 如果我把它改成两个像素呢 很清晰了吧 这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距离越大 它会越模糊 如果你设成0 完全就不模糊了 完全不模糊了 然后你再设成100 再观赏一下 你会发现这100呢 好像蔓延到什么地方去了 蔓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所以它就更模糊了 行吧 所以这个模糊距离呢 咱们没办法给大家说 你设多少就正合适 你看情况而定 行吧 这是模糊距离 然后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 红色可以 绿色也可以吧 蓝色也行吧 都行 这就是咱们说的文本阴影 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把这个字放得近一点看 两像素 两像素 然后这个模糊距离 不要太夸张 咱们有五个差不多了吧 然后呢 为了看起来更像一个影子 咱们设个灰色 是吧 能看得清吗 一点点 一点点 它是不清晰 然后两像素 两像素是不是有点小 来五个吧 这下能看清了吧 还有一点是什么 大家发现影子一般都是往上一点的吗 这怎么偏下面来了 因为咱们的这个坐标 横的就是往右的 你数字越大越往右 重的它是从上到下的 而不是从下到上 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 比如这是个00坐标 是吧 这地方如果是五 那么这地方它就是负 这个才是五 纵向这个才是五 所以如果咱们想让它往上 这个值可以设成负的 这不是横向 这不是纵向吗 咱们往上五个像素 不要往下 是吧 走 是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这个值可以设置成负的 横向也可以设置成负的 比如说负五个像素 往那边填 是吧 这样是不是更像一个影子 是这样的 大家有疑问吗 这个对于字体阴影 文字阴影 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咱们就把视频暂停了